晶片坊 供應鏈都不太平均 不至於斷鏈 但有時有時沒有 會不會他們的生意和模式都有影響? 絕對有影響 尤其是這間公司 用的芯片其實是美國的芯片 NVIDIA 和高通 這是它最主要的風險 暫時來說 美國還未要禁止這些芯片 因為未至於它說到AI那麼高智能的芯片 即使搏機 主持 朱子超 到這一環節 都要分析一下專題 今天的組合陣容有點不同 以往是李浩德 但浩德今天是工作事忙 所以就找了Edward 彭格斯基金經理 專門看債券的Edward 再加上分析師 也有一位新亮相 也是彭格斯分析師Jeffery Jeffery 你好 你好 我今天和Edward繼續談 這一節我們都談談熱門話題 除了大市在大陸11月份反彈之外 我們都看到不同的板塊 10月份都經歷過不同的波浪 其中一個sector就是電動車 當中你看到一些中概 那場跌市的期間就狠狠跌下去 就算年底 比亞迪這些公司 到最後到10月尾都沒辦法熬不住 都回一轉 這個sector不如做一個opening Edward的看法是怎樣 我知道Jeffery你的研究範疇 在這方面都頗有心得 但看上去怎樣看 其實我想你看回比亞迪 剛剛星期一公佈那個 那個業績 其實你看回那個net profit margin 你之前說的百分之一二 已經去到一個比較穩陣的位置 差不多百分之五 其實你可以看到證明演出的生意 呀 profit margin 那樣東西其實已經上回來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看公司 fundamental 其實我們一向都覺得比亞迪是不錯的 之前剛才提到它的股價其實這段時間都回落不少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巴菲特就之前市場在減刺 市場就覺得它在減刺 再加上種種地元政治的因素 所以我想也都解釋了為什麼它的股價是比較好 我覺得跟它那個公司的fundamentals有少少背道而馳 那Jeffrey 譬如說你是不是都研究電動車呢 整個電動車都被你拆散去研究不同的部分 不同的供應 甚至說整個鏈是怎樣看的 即現在你覺不覺得估值很吸引 其實有些板塊或者有些特別的公司 我覺得估值開始吸引 其實你見到之前它的估值去到陷陷陷阱 譬如我看過一隻叫德塞世衛 那是002920 即是A股 那是說它之前的 其實五六月那時候炒到是82的PE 其實挺高的 到現在就下回到大概五十多 第一是跟著市下回到 然後那些汽車零部件的那些sector 其實都是下回到的 現在去到這個位置我覺得其實 暫時都未是真是很划算的 但是如果繼續下回到的話 我覺得是有一個的 即是開始會後住 這隻002920 即是德塞世衛 如果是的話 A股現在這種狀況 似乎都未仍是保障 例如我Hotting這些零部件公司 你會從上游那邊出發多些 其實有些特別的零部件 我覺得是值得去 如果看長一點來看 我會覺得特別一點 就是剛剛我說的那隻 其實它是做一些叫做 域控制器的product 域控制器 即是區域的域 域控制器 其實 有什麼實際功能 這個域控制 其實它是 現在的車是要做一個智能化 它其實是用來取代舊的 汽車的一個電子結構 以前的結構 就是我一個功能 就要對著一部電腦去控制它 現在的車 即我要智能化 有很多功能 就會有很多這些電腦 在你的車內 就導致到有很多的壞處 在那裏 即是車重了 然後有浪費 然後因為這些電腦 可能大家用的 那個系統不同 可能這個用Window 那個用Android 即在車內 就會發生了很多這些系統 兼容的東西 是的 兼容的問題 還有你無法更新 可能Tesla已經在做可以 在網上更新的系統 你做不到 因為系統不同 這樣導致到問題 所以就是 如果你要做自動駕駛 或者是一些比較高端的智能化 其實就要用域控制 域控制這件事 就是去取代這些一部部電腦 即是一部電腦對很多功能 去集中管理他們 其實就是這樣 這些就像那些古代年代的系統集成 在車內 你當很多不同的系統 要集成在一起 才可以統一去控制它 但這件事 譬如最做得好的 或者是市場上最受歡迎的 是哪一類型的公司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間 沒錯 它在大陸裏面 其實是叫做龍頭 因為你看到它那個技術 是比起其他那些 還有它的出貨量 暫時來說 是比起其他的對手 是比較多的 暫時來說 大部份的整車廠 都是它的客戶 對嗎 因為其實看起車廉部件 你看它的生意可不可以 你看它的客戶 是哪些 如果基本上是一些 大的整車廠的話 其實就代表這間 汽車廉部件 那些做出來的事 應該不會去哪裡 嗯 但是如果你說近期 大家都不要說 供應 即晶片方 供應鏈 都不是很Stable 不止於斷鏈 但有時候有時候沒有 那令到 會不會他們的生意 或者模式 都有些影響 絕對有影響 因為它 尤其是這間公司 它用的芯片 其實是用美國的芯片 NVIDIA 以及高通 這個其實它最主要的一個風險 暫時來說 美國就沒有說 要禁止它 這些芯片 因為就沒有去到 它說那些AI 那麼高智能的芯片 但是很難說 美國遲些 可能下個月 跟你說它禁止 那就會 比較大的一個風險 但我們之前 自己都做過一些 Research 都有問一些 做開AutoFast 那時候我們的朋友 都提到 就是 就像這些 靜車廠 其實它們有些手段 方法 去解決 這個芯片的供應問題 出發去講一講 沒錯 其實它是 一直都是 儲存很多貨 對 儲存很多貨 但是 儲存很多貨 當然有一個問題 就是 可能 遲些芯片的價錢 掉下去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或者芯片會Obsolate 這樣可以儲存太多 對 但是 暫時你講 仍然是 叫做 那類型的芯片 其實 那個感覺就是 它們有它們的方法去解決 只不過你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代價 對 當然 比如說 你本身那個 市場比較大 變成你的 市場比較大 變成芯片工 Chile商店 會在那裡來討 其實芯片工 ж Heather 市場會做生意 市場已經有多大呢 市場關於 CDL1 市場關於 他在大陸都還用 截美 例如說說 那方面費用抵抵Так 都下 Hill pair 或者通過20-30% 都頗高 即是20-30%tele 都算是 第二排 在介縮的 首屬了多少 即是差倍 提價能力是怎樣 以往說要加價 對於這間公司的加價能力 以至做margin可否保持得到 如果看回以前的數據 margin一直保持得挺帥 JP媽還說20多 保持著24左右 之前六、七年都保持得到這個數據 將來你要看 因為它正在使用NVIDIA的芯片 對於車廠來說 其實它們都喜歡用NVIDIA的芯片 因為在這方面是最高端的 車廠都喜歡 都搶貨的 但有一個問題 其實NVIDIA都開始跟其他公司 都在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提價那邊的能力 不可以說是很差 但也不會說是太好的 除了這間之外 除了這間之外 第二間跟market share 都10-20% 是否都競爭得到 還是一間獨大 競爭得到 另一間就叫做經緣行潤 它是用Mobile Eye的芯片 它不是用NVIDIA的芯片 但暫時來說 車廠都比較喜歡NVIDIA的芯片 比Mobile Eye更多 另外還有一間就是 東元銳池 它是用大陸的芯片 就是用地平線的芯片 暫時來說 地平線的芯片 即大陸造的芯片 你跟NVIDIA的芯片 當然不能比 有分別 那應用場面 是否有些不同 應用場面 如果坐艙 即是說你車內的 娛樂 訊息那些 就算是差不多 但如果你說到高端些 可能是自動駕駛那些 功能上 可能就會有些差別 大家要理解 晶片也好 都要分幾檔 例如那些 俗稱為 不太等洗的東西 例如放在音響 報局 那些就無所謂 低端一點都可以 但牽涉到制動 駕駛 那些 真的 靈魂就要高端 是否這方面 還是被 這幾間大的 晶片公司 壟斷了 如果說晶片 的話 就是 但是 大陸其實都在做 國產化 都希望 可以在 未來幾年裏面 可以做到一些 真的擺到 車裏面 可以 mass production 可以量產到的 一些 product 但是暫時來說 就是 美國那些為主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我們新城財經台 YouTube Channel 看到吧